那我覺得最近看新聞 當然是我覺得最壓抑的說 把我的一些存體款的動作 把它跟洗錢化成等號 那我個人的認知 洗錢就是說這些錢 如果是不明來源 或者是犯罪詐騙所得 那個才需要去洗錢 我今天就是要證明我們家的錢 都是正正當當 清清白白的錢 存責全部扣押在檢方手裡 最近跑了多家的銀行去申請 他那個交易的明細表 第一個 是我媽媽的帳戶 我父親在2016年年中獲失之後 我的媽媽在2016年年底左右 就辦完了他的繼承 後來我全權負責照顧媽媽 所以媽媽的一些存責提款卡 印章全部都是歸陳佩琪所管 我提領出來的我媽媽的錢 從2016年以來大概是535萬左右 第二個 我們家會有 如此的現金來源 就是我本身在醫院工作的 一個薪資轉帳戶 2016年如果起算的話 我大概提領了507萬左右 然後另外再加上有一些小小的帳戶 大概再加上21萬 是台銀的帳戶 所以我本身提款出來的 大概叫做528萬左右 第三筆就是說我們在2018年 那一年的選戰 我們獲得的選舉補助款是1700多萬 那一年的發費 就是人事跟活動的發費1500多萬 所以那一年也還有200多萬的現金所得 那另外一筆就是我先生本身 從他的帳戶裡面 這幾年提出來的提款的額度 也有171萬左右 去年因為是選舉年 所以先生有很多的一些演講 那個通告費 這個在扣角平單上有列入的 就有稅務資料可以查到的 就有64萬元 因為選舉的時候 先生參加了極多的一個活動 所以他也有車馬費跟出席費 然後親朋好友見到我們 也是會給我們一些贊助金 一些紅包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主席也沒有薪水 那這一方面的錢大概有百來萬左右 我以上提出的這些加總起來 大概1628萬左右 請客去年 還沒找到 這次那個星期 才會安補 剪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